白響艺术大賞競爭激烈 以非常律是雲雾爆紅的普恩斌 和以黑暗榮耀成功轉型的宋慧喬 分別獲得大賞與事後 讓觀眾們都認同獎頒得很好 不論是宋慧喬或是普恩斌都實至名歸 而普恩斌在大合照時 因為才剛擰完大賞情緒激動 眼淚還沒乾就看到宋慧喬走到自己旁邊 瞬間緊張起來的普恩斌不時偷瞄 最後才鼓起勇氣跟宋慧喬搭話 女生們的可愛互動讓粉絲們都興奮不已 分分表示兩人也太溫暖了吧 我也想跟慧喬姐姐打招呼 而普恩斌以往就曾出演過 宋慧喬角色的童年時期 兩人甚至是同期出道的演員同輩 幾款年齡不同 但都在韓國演藝界深耕許久 也讓觀眾們許願兩人一起合作 帶來好作品吧 請看